纽约,一个女士领导,起猫。 所以女士啊,这个航海中还是有的,可能不是没有的。 大家来看透人造极。 好,稍等。 在毛连方向大概十二点钟,七分之力,六七分。 好的,十二点六七分,谢谢。 好了,我要工作了。 大副现在毛连状态。 好,现在五节夹板快上来了,然后十二点钟,大概六七分之力,七分之力。 好,再说到十二点六七分之力,五节夹板。 对,对,对。 是。 好。 好。 我可以告訴你他們有困難嗎? 好的 要看起毛嗎? 這個正在起 像這種風平浪靜的 看著周圍 起毛是很輕鬆的 而且也不用掉頭 12.85分 12.85分 好的 你跌了 現在四斤水面 好的 你腳不動就跟我說 好 現在繼續跌 好的 現在直接出港 對著大橋那邊 直接走 非常容易 很輕鬆 主機 前車 都要背的 主機一定要背 前車一般起毛是要背的 有時候拋毛的時候 有的船長都不喜歡背前車 都可以 技術好 起毛一般要背 起毛一般要背 大應用大家的起毛今天就能實現了 我一般說過的話呢我都不做到啊心裡很便宜 看看這個全過 現在四斤下半 12點半 大概五六分之力 好的 自己腳 好 自己腳 好 新人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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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很漂亮,不放大了,那边都是居民区,一栋一栋的别墅,独立屋,也有那个townhouse,也有那个工艺,大部分都是那个独立屋,在那边藏在山里面的,哇,看着,不错了 海边的房子很贵哦,那个山景房,海景房都很贵哦 还是要关注速度,0.1 无论船上,无论船上,你做什么作业,做到心中有数 当然人不是机器,难免会有错,但是咱们把错误降到最低,无关减要的小错误都不上大牙 只要说事故链,你破一环,后面的事故就很难出现 现在三节夹板,12点半,大概5分到6分 好的,三节十二点半,五分六分 现在三阶,12点半,五分六分 现在三阶,12点半,中间中间 中间的邮件 把比估计中感觉到 ,苹果是,明激地下来 或许广 excess许广 cloud going 也是,苹果里只有能utt 只给桥备DRM 它是最为桥备吗 每天都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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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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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先说 好 现在全部都好 好 好 好的,收到两截,二继组,中央位置 现在还收到两截 它这个起毛,有一个叫Anker Away 那么大夫呢,就来判断这个毛里底 叫Anker Away,叫毛里底 但是一般我是比较谨慎 我这一定要看到那个毛 这个毛上也没有缠到任何东西 这时候,12点半,大概三分还有闻 好,收到,继续脚 所以我看到毛出去,这个叫Anker Up 两截夹板下来 好的,收到,Anker Up就是毛出水 你看到毛上面没有缠上任何东西 清爽,那么这时候在动车比较稳固 看,不缠着一会儿 现在12点半,大概几分,六分到七分 好的,夹得动吧 夹得动,让我们夹 好 夜灵独立的方便 因为飞行 往外里沿上 这里是一个地方 连车打山 我们是里面的地方 大夫 里面是里面 里面 这叫新 岛上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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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ton, Bronx, Queens, Brooklyn, and Staten Island, so this is the Staten Island part of the city. 大夫, how do you say it? 刚才人家里面,现在12点半,大概2分这里. 好的,知道,One Shackle. One Shackle. OK, let me know what she said. OK,OK. Hardcore! 刚才林刚也说,她说我得看见那个毛告诉她,是一样的,同样的警示. 大夫,毛出水,告诉我。 好,现在毛出水,大夫,现在毛点垂直。 好的。 那个毛,你看上面没有什么残绕物,清爽了。 好的,出来,是不是,告诉你。 好的。 这鸣 месте,分离开면。 哪里打天啊。 哪里打开搞? 那哪里插光。 哪里插光。 哪里打开。 那里插光。 这时候基本上快离底了 我们还是以看到毛作为标的 动车直接走 手机固定在这里 很舒服 我转他也跟你转 这边就有点陡吧 好 那时候的 安可 up you can see the anger clear 好大副我们穿到我们动车了啊 我先走了 好 收到阵队 我先走了 so you need a boss 三个emergency standby yes sir yeah one man follow the radio at least oh yeah 大副刘包森带对讲机背毛 上下人可以解散了 好收到刘包森自己对讲机背毛 上下解散 对等于双毛要处于应急状态就可以 好收到这边我先保马 保完了以后 我让包森自己在这边带掉 你背毛 你叫包森再带一个弟兄吗 两个人吗 好吧 好收到包森带一笔两个人 下来前车作动 前车作动 前车作动 ok yes 呃 饮水滴就放在左边啊 保持不动 好 饮水滴左边 保持不动 饮水滴那边可以回来啊 这个要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呢 好收到进场地那边等驾载通知再过去翻版 好大夫你还需要开灯吗 你问我保存的前面需要开灯吗 需要开灯 你打开 不用了 现在可以关掉了 身长 可以了是吧 好 毛练水还要吗 毛练水也不要了 谢谢 毛练水灯都关掉了 然后那个超多灯 然后那个超多灯 他们在忙我就要接替他们的位置 现在前车 前车向左 stop the bow 把这个关掉了 把这个关掉 把这个关掉 买这个东西 随时关注数据 随时关注动态 我记得有个灵感跟我讲过 是 他们国内的灵感跟我讲过一个 他说你得随时知道 这个船的状态 就是它的位置 这船的整体状态在哪 这是操船的一个要点 不能凭想象 随时要关注各种数据 然后综合在脑子里面 有一个虚拟的一个图像 明显 明显 这个要慢慢领 这边要热落了 现在要过那个大桥 收退 了 agrad 好 好吧 我说 好了 kolate 随时应急就可以啊 这个比靠码头离码头要轻松多了 非常简单 我自己都能开 没办法因此都是强制的啊 代表主权是强制 只有日本啊在多少米以下忘掉了 多少米以下船长多少米以下呢可以这个自营自靠 好下船长方毛对面 好再收到谢谢 Bose anchor emergency stand by Thanks Can we bring her up to slow ahead OK Slow ahead 安全的这种实际操作 天的渐渐黑了 咱们过了大桥 聊到过了大桥咱们就 也没法拍了天黑了 我刚才说到哪 说日本的这个银水啊 有小船呢 是可以自营自靠的 不过我一次也没自营自靠吧 没办法 自营自靠船长是有钱的 这个给的还不少了 但是我没有拿过这个钱 没有自营自靠 处女靠还没有 也就是说我只能去干小船才能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多挣一点钱吗 这个挣多少钱这个 每个公司都是不一样的 我的公司呢 就多一点 我的公司少一点 不一样 所以小船有小船的优势 大船呢 还有大船的好处 不能一个人都占了 这个人 知足吧 知足长路啊 开开心心 你看我们那边有很多框架形 有框框 中间没有的 两边有的 这个箱子给拆了一下 空的 一面一面的去检查 他现在要的航向呢 145 145 是吧 很漂亮 这大桥就快到了 所以你看这种桥 所以为什么我们罗金甲把天线给它躺倒 就是因为要过这么多桥 前两天进港里边的还有一座桥 我觉得里边那座桥更低 这个桥看起来蛮高的 所以天线就要躺倒了 我们来看一看这边的 居民生活区 看不见黑的 灯还没有完全在 我们这边就是这个岛 这边不是岛 一大片陆地 都是居民 看这人口密度很低 看这人口密度很低 加了5400吨油 现在的吃水呢 就比来的时候肯定有变化 大富 诺福克那边吃水限制是多少了 我忘掉了 这边是12米8 那边是多少 那边的深水航道是多少 那边不是有吗 要走深水航道 我记得12米8 也是12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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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航道也是12米8 对对对对对这个纸条是我贴的 没错没错 我都已经贴在电子海图里面 我怕忘了 贴在这边 12米8 没错 对 有贴在电子海图里面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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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功课呢 要提前做提前反复的提醒你 安全无小事 大家不厌其烦 就开始考虑下一港的事情了 明天的白天的研究一下那边的毛地 其实已经研究过了 明天得再研究一下 等一下出去零港下楼 还有很多邮件要发 很多工作要做 到现在还没吃晚饭呢 因为吃完晚饭 人容易困 所以呢 等都忙完了再去吃吧 到大桥了 这就是那个大桥 155 155 这就是雷达上的显示 这边是电子海图的显示 这就是这个大桥 所以在这两步离得很近就是要反复的对比 要反复一下 一会儿再长路一古一路 它们一会儿 一会儿 4个和多战 Boson和谁在前面? Boson和OS OS 1.60 1.60 1.60 完成 是 要完成 - 完成了。- OK,完成了。 前车不用了。 - 这边看。- 这个桥比较宽了。- 如果是比较狭窄的航道,狭窄的水道呢?- 比较定时的。- 它。 像这样,向两边走一走,去看一看 永远不要忘了视觉瞭望 这边很宽,都无所谓了,只是这边演示一下 前面就是这座大墙 不管什么船上都有它的一套工作流程 我们只要说严格的按工作流程做,就不会出大错 5.9节,前车已经关闭了 现在的足迹是半小区相牵 这就是我们的状态,船头两个人背毛,一是人在船 驾驶员两位,一位多工,再加上我 刚才我说了,始终做到心里有素,整个的状态搞清楚 天天天黑了啊,过了桥呢 差不多咱们这期就聊到这里了 那边是个弯弯的路呢,亮灯的那个 弯弯的路,车转过来的时候 车灯肯定对着我们照,那边就是很亮 并不是灯钩,是汽车的灯 所以我们这个完全的现场示范 这个完全的现场示范 现场实况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一座大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